另外国际上还是在关注尾巴冲突 以色列国防军的攻击现在又闹出争议了 在耶旦节前夕呢 对加萨马加奇难民营的空袭 已经被痛批很不人道 而现在呢官方又罕见的承认 他们确实使用了不正确的弹药 才会酿成重大的伤亡 而日前也传出以色列误杀了三名自家的人职 现在调查结果出炉了 原因是军官误把人职的求救讯号 当成是哈马斯的埋伏 才会采取错误的行动 躲在暗处埋伏 把乙军装备轰成碎片 又或是锁定乙军小队 打算来个瓮中捉鳖 哈马斯再次出汗以色列交战影片 要证明即便乙军猛轰近三个月 他们依旧活药 而以色列的地面站在加萨中部逐渐加压 炸地道入口 双方枪战不断 加萨中部的马加奇难民营 更是暗夜遇袭 众人逃窜 只见民宅烧成一团火球 医院再度被伤患瘫痪 而这恐怕只是预告而已 以色列又对平民下撤离令 但是加萨早已无处可躲 南部大城甘尤尼斯轰天巨响 又是被以色列空袭击中 瞬间尖叫声还有救护车急促的 鸣笛四起 战火在加萨中南部越来越频繁 连和埃及紧邻的拉法地区都不能幸免 以军没有转向低强度作战 反而执意扩大战到底 这让联合国再度痛批 而同样开始质疑 以色列到底为何而战的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 马克宏呼吁以色列重新检视作战目标 大白话就是要以色列想清楚 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才愿意收手 因为现在各界都不认为 以色列这次作战是成功的 就算是以色列海陆空加压轰炸 原先预定要完全歼免哈马斯的目标 至今也没有达标 前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培更直说 要拔除哈马斯的意识形态 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因为在加萨以外 还有更多人是挺巴勒斯坦 就连联合国的避难所都被炸到变成废墟 加萨北部形同烈狱 抢物资的居民全部爬上卡车 感觉都快要把车给压垮了 更能看出这里的平民有多么绝望 而此时以色列和黎巴嫩的冲突 也在加剧 真主党再朝以色列发射了 多达30枚火箭弹 以色列是空袭报复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以军要黎巴嫩政府出手约束真主党 否则就怕另开战线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俄罗斯跟乌克兰这条战线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呢 几乎已经要见底了 不过俄罗斯的安全会议副主席就透露 他们会持续的攻打乌克兰 直到推翻现在的政权为止 不过他们其实不反对双方坐下来谈 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不过现在也传出呢 总统普钦今年三月份 曾经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透露 这场战争至少还会再打五年之久 而这句话呢 不只会影响到中俄关系 中欧关系的布局 也可能会牵动习近平统一台湾的计划时程 乌克兰首都基辅天没亮又响起空袭警报 到了白天还能听见清楚爆炸声 浓浓黑烟盖住大片天空 不只基辅乌克兰东西南北主要城市都在周五遭遇攻击 因为俄军又大发狂 射出高达158枚的飞弹和无人机 虽然大部分遭到拦截 但漏网之余还是对卖场 医院学校民宅等带来死伤 总统司机说 俄军几乎把能用的武器都搬出来 除了发射S300飞弹 X101X505巡异飞弹 也再次动用匕首极音速弹 疑似想报复这件事 三天前 乌军成功将一艘停在克里米亚德 俄军登陆舰炸成火球 普京恐怕越看越气 俄罗斯当时一次就为了面子 声称只酿成一死两伤 但专家怎么看都认为不太可能 不知海上遭遇打击 雪地中俄罗斯引以为豪的T90主战坦克 也被无人机盯上 这台T90被炸后开始失控乱窜 没多久里头两名俄国士兵 也从里头爬出来狼狈落跑 俄乌战争快达满两年 俄罗斯也宣称有新突破 重夺乌东以沦为鬼城的马林卡小镇 另外俄军也持续锁定阿夫迪夫卡 这里的军民大多已经撤离 在美国援助预算卡关之下 拜登只好在动用总统拨款权 提供克兰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不过这也是年底的最后一波 其余要等国会追加 欧洲双方都因为战争死伤惨重 没想到俄罗斯内部却有歌手和政商名流高调办 半裸派对趴下场就是遭清算 这场在上周四举办的派对因为有饶蛇歌手全身 只遮住私处遭俄国法院判决是宣传非传统性关系 这则新闻连烧多日最终导致出席的艺人遭查税或开罚 甚至拍片道歉 俄罗斯短期内恐怕不会结束战争 根据日经亚洲报道 普京曾在今年三月习近平来访时告诉他 队屋战争至少要打五年 可能冲击习近平统一台湾的计划 分析普京这么说是想警告习近平 不要改变情恶立场 俄罗斯打不赢战争 却还是怒向西方战略失败 最近俄罗斯还在黑海射下水雷 导致商船误触有人员受伤 这也显示黑海的海上贸易安全到现在 还是充满风险 电视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